就是站在妈妈的角度 站在一个女人的角度的话 其实妈妈是个渴望被爱的 其实当下是非常内疚的 因为想说 其实如果当时没有这样 抛下妈妈 那可能 我可以在她身边的话 可能会不一样 她之前的红头发造型 令人特别的印象深刻 而且我也觉得说 这样子的颜色 非常非常地适合她的个性 因为她身上的特质 是我很欣赏 然后和我是恰巧相反的 这时候就让我们来欢迎 非常坦荡 而且感爱感恨的勇敢女孩 陈兴祺 哈喽大家好 我是陈兴祺 好久不见 真的好久不见哦 是 好久不见 我们今天一见面就要聊说 你记得你前一段时间 不是有那个红色头发造型吗 就董子怀嘛 对对 自在四方二的时候 对 那个时候就是天天有人发email啊 然后发DM啊 说要杀我啊 怎样啊 很恨我入股啊 怎样怎样 我觉得 OK啦 代表说就是角色演得很好啊 对对 然后其实那段时间段 其实也没有太 太affected 我觉得还好 就是我明白说 这是演员的工作 然后这是我 就是创造角色的一个一部分的后果 嗯 也是一种成功啦 对 可是我们说到那个头发的颜色啊 我就真的觉得说 很适合你的个性耶 你自己当时有觉得说 这样子的一个发色跟造型 是符合你的个性的吗 我觉得 那个时候有红头发的时候 也是我人生最低谷的时候 哦 OK 我觉得也是我人生最乱的时候 就是有点迷茫 有点失去方向 不太知道自己想做什么 所以其实那段期间 当我回顾我看我照片的时候 其实我知道我那个时段是迷茫的 嗯嗯 对 所以那个时候 红头发很适合 是因为我很冲动 然后很多 很多时候我就是想说 嗯 如果这个人不喜欢我的话 那就是你有问题 嗯嗯 但是我那个时候 我没有去检讨说 可能是自己本身的问题 嗯 我是后来 长大 成熟了 然后在COVID的时候 嗯 有那个觉醒 你就知道说 哎 其实很多时候 自己不开心的原因 其实是来自自己 嗯嗯 不是别人带给你不快乐 而是你自己没有办法 让自己开心 嗯 觉得今天请到星期 真的非常的开心 真的 哦 其实今天是非常的开心 能够在这里和大家分享 因为我其实 嗯 很久很久没有接受任何的访问 我上一个访问是去年的时候 就是去年还是前年 就是我刚 刚刚和大家分享我的 Mental Health的Journey 对对对 是那个时候 我有看到那个 嗯 是那个时候 那就是最后一个访问 嗯 对 然后事隔一两年 然后今天是我 最新的访问 哈哈哈 我今天其实今天要访问你的时候呢 我也有点迷茫跟焦虑 为什么 因为想说哇 星期其实就是很坦荡 然后很勇敢的 也分享过很多嘛 嗯 那我还可以问什么咧 所以呢 我决定我们的第一道题目呢 我们就要交给命运 OK A journey into your heart 因为我们的这个podcast呢 叫 我们的心里话 嗯 Hard to heart with Eve 所以我们的 来 first official question 你可以来随便抽一张 诶 绿色 嗯 我挺喜欢绿色的 诶 你最喜欢别人夸奖你什么 我其实不太喜欢人家夸奖我 嗯 因为我觉得我从我16岁 然后我N水准完之后 我就进入南洋艺术学院 然后就进入了我的人生的那种 很坚持想要当演员的一个阶段 嗯 然后那个时候 当有人夸我的时候 我会有点 你可以 你可以跟我讲 我问题在哪里吗 哦 就是会觉得说 你会不会觉得 你只看到你自己的弱点 我就想变得 我想变得更好 OK 然后我知道说 如果当你夸我好的时候 我知道啊 我其实知道我好在哪里 但是我 可能我不太清楚的是 我不好在哪里 所以我很希望人家 他来跟我说 我不好在哪里 后来当我成名的时候 然后这个初衷就突然间 没有掉 然后我变成是 我很喜欢听人家捧我啊 说我好东西 然后那个时候 我就很飘飘然 我就觉得说 哇自己很棒 我觉得我是最厉害的 我觉得我演戏是最好的 可是那种自信 就变成很 很arrogant 很 一种自大 对很自大 可能他就是一个很空 后来这个自大 其实间接影响到我的生活 我后来我变得 我没有办法好好的去经营一段友情 或者是亲情或者是爱情 我那个时候就觉得说 如果有人说我的不对 那就是你们的问题 那我觉得 这样的想法是非常非常不好的 然后其实在COVID的时候 然后我就开了TikTok嘛 我就开始在那边做短视频啊什么的 后来有一天有人就comment 在我的TikTok session 他就说 哦 我见过你本人 你很arrogant 我很不喜欢你什么什么的 当时我看到的时候 我第一反应是 有吗? 然后后来我就想想 我就回想起我那段时候 就是红头发的时候 我就想到说 其实我真的 有不礼貌 我其实对人 没有很好 但当时的你是对于 那个阶段的你做反思 还是 以前的 我就觉得那个时候就没有 不够成熟去看到这一点啊 到后来我 当我看到那个评言的时候 我第一个反应的是 我其实是很想跟这个人道歉 哦 我后来我就回了这句 我就跟他说 I'm so sorry that you met that version of me 嗯 I said if you can give me a chance I hope that you'll be able to meet the new version of me 就是我希望你可以给我一个新的机会 让你在 如果你见到我的话 我希望 这次的 这次的那个 experience 会是不一样的 嗯 因为我觉得 这一路走来 我们人一定会做错事 会犯错 然后或者是会 会走上不对的路什么的 但是只要 你 at the end of the day 嗯 你能够明白说 我们还是可以有改过自新的机会 我们是可以再 从头来过 我们可以再 让自己变得更好 人家是会给你机会的 嗯 然后你就 你就会觉得说 嗯 我可以再来过 嗯 我觉得今天呢 也是很好的一个时间 可以来认识呢 现阶段的Julie 对 因为你知道去年 你不是刚过了三十岁 对对对 所以你看啦 很多人都说 对女人来说呢 三十岁是一个magic number 嗯 好像就是似乎 三十岁之后 就三十而立嘛 你会对你自己所说的话 做的事情 感到更加的坚定 然后也会有不一样的蜕变 嗯 可是我觉得我们今天 呃就是在聊那个 现阶段 三十岁之前呢 我们可以先来 回顾一下 二十岁 因为我们必须知道 二十岁发生了什么事 才造就了 现在的 这一个成长 跟现在的这个Julie嘛 好像 嗯 我知道Julie一直都很坦荡的 分享自己的生活经验 嗯 然后好像包括在TikTok啊 可能在YouTube啊 你都会分享说 哎你入行到现在 可能 你是如何学习 情绪上的管理 还有可能你面对了 一些自我伤害 嗯 那么你在社交媒体 po了这些视频之后 一般上得到的反馈 是什么的 都是很positiv的 嗯 而且甚至很多人 其实发很多DM给我 那段时间 其实我的DM是 很多 很多人的故事 每个人分享 他们自己的人生经历 然后 我通常会回说 You know You're not alone 嗯 嗯 I'm here Even though I may not know you But I'm here to listen And I hope that in your real life You can find someone who is willing to listen to you 嗯 其实 到头来 我们只需要一个 very strong的community 它可以带你走出 你人生的 最低谷的时候 嗯 我其实我发现到说 我有情绪问题的时候 是在我 22岁的时候 很年轻 我那时刚入行不久嘛 诶 我17岁就入行了 所以入行已经有几年了啦 然后我没有 我没有 我没有 想到的是 其实我是在 大家的眼底下 长大的 嗯 然后我跟入行的时候 也没有人教我说 你该怎么behave 你该怎么做 你只是看说 哦 要这么做 或者是 你要有女一号的风范 嗯 就是经常 就那时候 我20 10多岁的时候 就是 我想当个孩子 我想就是 任性一点 我想做这个 做那个 可是有人 或者是那时的经纪 会来跟我说 嗯 你要有女一号的风范 嗯 那当时候在想 什么是女一号的风范 自己也 都还不知道 怎么当一个22岁的人 然后要当一个 对 更加前卫的人 对 所以那个时候 我的穿着啊什么 我就会 呃 格外的成熟 所以那时的打扮啊 或什么 就会显得 穿高跟鞋 可能走路的时候 就要比较 有那种 那种 呃 气质啊什么的 但是其实 回想起来 我其实那个时候 只是个小女孩 呵呵呵 只是入行 入行 找了点 在那个过程的时候 我就发现到说 我很lost 但是我不能跟任何人说 嗯 所以我每天早上 就是嗯 去拍戏 然后在片场 嗯 做我该做的东西 我回到家的时候 我几乎每天晚上 是哭着睡 睡着的 我那个时候 就一直是觉得说 啊 很辛苦 但是我不懂 辛苦在 在哪一个地方 因为你会不会觉得 你就很麻木了 我觉得那个时候 还 还不到麻木 哦 我那个时候 只是说很 很intense 很多情绪 对我来说 是很很intense 我不懂 我不懂怎么去 拿捏我的情绪 然后后来 就是我有个导师 就是国生 就是他是带我入行的人 所以我觉得 我这一 我这一路走来 我有他的陪伴 我觉得我很 我很幸运 嗯 因为他其实 给了我很多指点 嗯 呃 他 他就是我会 经常跟他share 就是说我那时 经历的一些东西 然后他就会来跟我说 嗯 嗯 嗯 你觉得 你要不要看心理医生 当时是有具体发生 什么事吗 就我觉得 我那时在拍戏的时候 我经常很多情绪问题 然后我经常会 break down on set 就可能说 我们在拍戏拍一半 可能 大家在set up lighting什么 然后可能我突然间 就有一些东西闪过 然后我就很affect的 我就自己就 就跳不出 每当我spire的时候 我就会一直叫 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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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走 我没有办法跳出来 就是在做一件事情 对 而且这个也影响 很严重的影响 嗯 拍摄的过程 因为 你也知道 我们在拍戏的时候 很多时候很讲究时间 嗯 有时候 时间就是金钱嘛 然后当演员有这样的 情绪问题的时候 就会导致说 很多坚持就不想和你合作 因为 情绪不稳定啊 你戏演的好 可是你情绪不稳定 那 没有人会想要用你啊 而且当时大家对于 心理健康 mental wellness的这个概念 对 还没有太强 嗯 也是在慢慢学习的过程当中 嗯 然后 那个时候 呃 像 我像在 哦 我情绪问题最大的时候 其实 其实是在拍 小小传奇的时候 我的人物起伏的 那个情绪也很大 嗯 很多时候 其实现在很多人 会来跟我说 哦 呃小小小小小小 他们还记得我的名字叫小小小 对小小 其实如果你回顾起看小小传奇的时候 其实那个有点是有点本色粗意的 哈哈哈哈 就是那种情绪啊 就是很很大 很生气的愤怒啊那种 其实很多 其实是有点本色的 我对小小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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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光荣 嗯 呃 光荣来找我的时候 其实他很清楚的知道 我有情绪问题 嗯 但是他没有排斥我 但那时候你已经去接受心理辅导了 还没有 还没有 而且我自己也是不太了解我自己的情绪的 就是还不太了解自己的时候 但是他知道说我经常会有 会崩溃或者是拍感情戏的时候 我抽不出 其实他都知道我有这些问题 嗯 然后他还愿意给我这个机会来演这个角色 所以我觉得我是非常非常感恩的 就像国神跟光荣 他是我两位 他是 他们两位是我的伯乐 嗯 所以我觉得在这圈子里有 有这些人给我机会 我觉得我非常非常非常的感恩 嗯 然后拍摄小小传奇的时候 其实有 有 有一场戏 嗯 他是情绪很 很激动的一场戏 是 而且你懂我们拍studio 就是从头到尾 就是要从头演到尾 就是中间你不能看 而且我那场戏的情绪是非常 非常激动 要从 呃 像是 那场戏是Edwin 就是他在我后面搞鬼 然后我就发现到说 嗯 为什么你要这样对我 所以那个情绪起伏 我们连续拍了有 五 五六次 后来我在studio breakdown 而且breakdown到我们没有办法进行拍摄 嗯 然后当时光荣没有责备我 也没有怎样 他就是问我一句你 Are you ok 你需要休息吗 嗯 他就让我感觉到说哇 其实当有人用这样soft push 来push你的时候 你就会 你会 我不懂 当他用爱来来来来包容你的时候 你更会想要好好的振作 嗯 你让我想到 我最近在看 乔乔跟景华 杨景华的一段访问 因为他们也是演员嘛 他们就有聊到说 很多时候啊 可能 艺人 拍戏 会很容易进入情绪 可是 导演不会跟你说 周围的人不会跟你说 你要怎么抽离 对 那个情绪 对 所以因为我本身不是演员嘛 我算是DJ 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 折腾的一件事情 然后刚才你就有说到说 好像要被迫成长 我现在有发现到啊 就是有时候我自己 呃 不知道为什么啊 有紧张的时候 还是在某一些情况的时候呢 我说话就会突然间变得好像小孩子 对 我不知道你会发现 可是我就 后来我就渐渐意识到 可能是小时候你就是有一些 被迫长大的经历 然后你就会 还没有完全当小孩 你就要先当大人 然后你 你 你现在反而到大人了 你会回想起 你小时候很想要 哦 纯粹当一个小孩 被呵护 被拥抱 被爱戴的那种感觉 所以你的那种声音啊 还是行为动作啊 也会跟着改变 所以我觉得当时候 就是好像有一个 爸爸妈妈的角色 好像给你一个爱拥抱 你OK It's OK Julie 你是一个小孩 我是呵护你 你还是有机会成长 有空间成长的 这种感觉 对 那你会觉得说 就是接受心理帮助 是你在二十岁 这个阶段 做过最棒的一个决定吗 其实我从七岁 就开始不到了 因为我曾经有学过 说为什么我会 self-harmed 一定是因为 我有一段 很不愉快的童年 而且那个时候 可能父母的感情 出现问题啊 什么的 然后通常父母感情 出现问题的时候 孩子都是会遭殃的 那个时候可能妈妈 比较不太会控制 自己的情绪 所以就 她没有办法 去表达 对 在我整个成长的过程 进行补导的时候 我其实忘了 我有这一段经历 somehow我的 memory just kind of 把这一段 就block完全 把它block掉 因为其实 那是我 最不愉快的一个记忆 你是说在你二十岁的阶段 再次接受心理辅导的时候 对 你就会被带回 我就带回 其实我有 我有做过类似的 这些心理建设东西 心理辅导什么 只是 在我 就是十多岁的时候 就这些东西突然间就是 我在忙的时候 我在开始 走我的 往前冲的时候 我 这一段 回忆是没有的 可能有时候 我觉得也是一种选择性的 对 隐藏 无意识的 而且我觉得很 很奇怪的事情是 我有时候在想 我虽然经历了那些东西 但是 我还是可以很 很大大烈烈的 就是有点傻大姐那种感觉 就是有时候还会有 有有有 有这个部分 然后我其实在拍小小传奇的时候 因为在戏里面的角色 跟父母有问题 所以其实是通过那部戏 然后我才发现到说 其实我还有很多 unresolved的situation 我想要去跟父母去 去进行交流或化解的 就是那个时候 我不懂怎么去表达 所以我就 那说你几岁 17吗 20 拍小小的时候是19 19 20 因为阿菲就是我 小小出的就是21岁 对 对 所以那个时候我就 有点说 不懂怎么去表达 然后我就通过 伤害自己 去表达这个东西 那么 好像我现在看你跟妈妈的关系 也很好啊 我就好羡慕哦 因为很多亚洲家庭 就是你过不了那条线 就是叫你拥抱你的爸爸妈妈 就是要拍谁啦 对 尤其如果又是可能受过伤害 你会更难跨出那一步嘛 所以你是 怎么走出来的嘛 就是你学到 就是比如说 因为通过可能心理帮助的 这个过程 你有得到一些指导 还是你有在某一个点 就是发现说 其实我是可以跟妈妈化解 这样子的一个疙瘩 因为母女之间一定会有 这样子的一个疙瘩的 我是后来长大之后 谈了几段感情之后 就发现到说 哇 有时候 当你要这个人来爱你的时候 你真的是会做出很多疯狂的行为的 当你感觉到这个人 不爱你的时候 或者是当你在一段感情 你很爱对方的时候 当对方 或者是突然间就跟你说 不要了 不爱你了 当你还没有学会 怎么爱自己的时候 那种刺激 我非常能够明白 为什么妈妈那时没有好好 她为什么不能好好的控制自己的情绪 所以我就变成 我不能怨她 我不能恨她 我也不能怪她 一开始会将心比心 对 然后我就站在一个女人的角度 就是有时女人何必为难女人呢 就是站在妈妈的角度 站在一个女人的角度的话 其实妈妈是个渴望被爱的 当我明白这一点的时候 我就跟妈妈说 我说妈咪 我不懂你会不会信我说的这段话 但是我希望你知道说 我是爱你的 我不恨你 我原谅你 我没有办法去改变我的童年 但是我们有办法去创造更美好的回忆 然后 而且我很相信很相信这一点 当时妈妈就有点就是说 你只是讲了一来 你是演员 你很会演戏 那个是她的防御方式 因为她不愿意去相信这一点 她一直觉得说 有一天我会报复她 什么什么的 这可能就是 但是我后来就跟她说 我其实 没有那个时间 或者是 我也没有那个精力 想要去报复任何人 我已经花了很长时间不开心 我接下来的时间 我想 我想快乐地度过 然后后来我跟妈妈其实有一段时间是没有说话的 至少有半年 因为当时就是发生这件事情 然后我妈妈就 跟妈妈有个很大很大的大吵 我们大吵了一架 我们有八个月没有说话 我搬出去 然后我们就完全没有联络 我们的唯一的联络点就是我爸 就是那个很可怜的passenger 对 夹在中间 对 然后其实那段期间 我也是慢慢觉得说 很像少了点 少了点什么 后来就才有那种理务到说 其实妈妈也不容易 也不应该这么去这样 这样抛 抛弃他 然后后来 那段期间 我妈妈其实去上了课 是跟心理辅导 life coach 她有个life coach 很像很励志的那些课程 大家分享你们的经历什么的 然后再一次和妈妈见面的时候 是在医院的时候 因为是她跌倒 她跌倒进医院 然后当时我爸打给我说 你妈跌倒进医院 你要来看她吗 我其实当下 哎呀 想到这个心里 其实当下是非常内疚的 因为想说 其实如果当时没有这样 抛下妈妈 那可能 我可以在她身边的话 可能会不一样 后来去见妈妈的时候 然后看到妈妈躺在病床上 那心里就其实非常非常的难过 哎呦 It's ok, it's ok, take your time 有没有 tissue 哦,在这边 来,慢慢来 然后也是在那个时候 我就决定说 我再也不会这样离开妈妈了 因为我 其实我20岁的时候 我其实很大部分的时间 都是自己住 我21岁的时候 我妈就赶我出家门 那是第一次 然后25岁回来的时候 然后又会再赶我出家门 然后最后一次 就是我自己出家门 所以我在我20岁的时候 我搬进搬出 搬进搬出 我家总共有三四次吧 对,那时候也算是一个转捩点 对,转捩点 有点因祸得苦的感觉 对,而且妈妈那个时候 我后来我最后一次搬回家的时候 我记得我在我的书房 我在做我的东西 然后我妈就进来我房间 她就坐下来 她就说 宝贝 妈咪有话要跟你说 然后我就看着她 我就说 怎么了 然后她就说 妈咪想跟你说声 对不起 哦,这第一次跟你这样子吗 妈咪想跟你说声 对不起 妈咪伤害了你 哇,当她 说出这句话的时候 我其实发现到 其实我没有很需要这个对不起 因为我其实已经打从心里 已经原谅她了 然后当妈咪说出这个对不起的时候 其实是她 她需要 这个是她需要的一个 她需要解决她的情感 对 所以当我们解开这些心结的时候 我们可以谈这些东西的时候 我们就真的是move on 然后我也是跟她说 我说我其实了解 为什么你当时有这样的行为 这样的想法 我说我能够理解你 然后我就跟她说 可能有些爱 你从爸爸身上得不到的 我希望你可以从我身上得到 我希望我可以用我这一辈子 来给你看到说 这世界上是真的有爱 而且我觉得一辈子真的很长 对 过去可能二十三十年很多不愉快 还有接下来更多的四十年五十年 是可以和妈妈一起度过的 对 然后最近我们就一直会出去 然后大家去这些展览 然后我们就一起真的是创造很多美好的回忆 然后我就是很开心 我就真的觉得你刚所分享的 就是很多的尤其是亚洲家庭 他们会很向往梦寐以求的一种生活 就是可以和尤其是家人的关系得到修复 然后就让我想到了 我最近在读一本书 是来自万特特 叫做这世界很好但你也不差 当中他就有提到一段是关于原生家庭的 他就说 我们是第一次当小孩 别人也是第一次当父母 世界上没有那么多极端可恶 或者是完美无缺的父母 他们也只是有着许多缺甜的普通人而已 所以很多时候不必总去想说 原生家庭到底欠了我什么 恰巧呢 是原生家庭帮助我们看清自己 修复自己 而非用来怨恨 毕竟我们终其一生都要为自己负责 18 29就是在COVID的时候 就是那个时候我还有在伤害自己 因为有时候情绪 当头脑过不了任何事情的时候 我就会想各种方法的伤害自己 然后伤害自己又不想被人家发现 所以我伤害自己的地方就是 你看不到的 所以如果你看到我的话 你会觉得我OK 但是其实是以下当我 可能我的都会在这里 或者是在叫 然后有一天妈妈就跟我说 你可以不要再伤害自己了吗 然后我就跟她说 我也不想的 然后她就抱着我 她就跟我说 你知道妈咪爱你 可以妈咪真的很爱你 你不要再伤害自己了 哈喽你好 我是来自YES933的DJ 也是呢 这个Podcast的主持人 我是启家 我是Yves 非常谢谢你收听我的全新Podcast 我们的心理化 每星期四 五月十二点钟 将会更新一集 你可以通过Millicent Spotify Apple Podcast 跟Google Podcast 收听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